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的深夜西甲第26輪有好戲上見 巴塞龍拿將坐陣主場迎戰加泰 加泰今季作客表現慘不忍道 他們今季13輪作客只贏了一輪 勝率甚至不足一成 反觀巴塞今季13輪主場贏了9輪 對比之下,坐擁主場優勢的巴塞本輪有力全取3分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進入2月以來,巴塞各項賽事取得三勝兩和的不敗戰績 在這段期間,他們在西甲中總共獲得10分 目前穩居聯賽第三位置 如此兩眼的戰績得益於球隊風扇近期出色的表現 近五場各項賽事,巴塞一共打入10球 球隊風扇展現出了強勁的進攻火力 其中前鋒羅拔尼雲道夫斯基貢獻了5個入球 他的出色表現無疑是球隊近期勝利的一大原因 此外,小將拉米尼耶馬都在對陣格蘭納達的比賽中 梅開爾道,他今季西甲已經有3球和3次的助攻入將 為球隊的進攻做出了貢獻 這兩名球員承包了巴塞近期大部分的入球 值得一提的是,巴塞今季在13輪主場比賽中取得 9勝1和3負的戰績 只輸了給黃馬、傑羅納和維拉利爾 第二,球隊主場的表現相當不足 此外,巴塞在過去5次主場面對加泰都取得勝利 此使得球隊在心理層面上處於優勢 此次再次面對加泰,巴塞有力擊退對手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是,加泰過去5次作客 對陣巴塞都未能逃脫輸球的命運 可能是由於巴塞球迷比喻的巨大壓力 使得加泰的球員在巴塞主場比賽時 往往難以發揮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除此之外,加泰今季的作客表現都並不理想 他們今季13輪作客只取得1勝7王5負的戰績 唯一勝利是對陣排名聯賽中下游的西維爾 取勝含金量多不高 然而,近期加泰在防守方面的表現同樣令人擔憂 近6場比賽中合又失了9球 不保證金將能有好發揮 儘管在同格蘭拉特的比賽中 加泰能力保城門不失 但敢不能掩蓋他們近期防守方面存在的問題 除了防守方面的不穩定 加泰最近的作客比賽中進攻火力不足 最近兩次作客比賽單場最多入1球 尼曼查密森莫域和美神格連活得各自為球隊貢獻一球 面對狀態復甦的巴塞 近期表現掙扎的加泰此行難逃失利的厄運 陣容方面中場莫路亞林巴利和後衛高卡里華欣相免疫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